中大型房车的市场 已经没有人喜欢了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 仍然是喜欢中大型房车的 反而他们不喜欢休旅车 或者是旅行车 天爱的是拥有 独立的后行李箱 甚至于有车尾的中大型房车 而近期在台湾的市场上面 有一个新的胜利君加入 那就是Nissan的Ultima 而且它也为台湾的房车市场 重新地注入活水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台湾的汽车市场上面 到底有哪一些中大型房车 可以选择 我们知道的像是 Toyota的Camry Footer的Mondell Mazda 6 以及那近期刚发表的 Nissan的Ultima 那我们要问一下智希 以这个Toyota的Camry来说 它导入了全新的TNGA底盘之后 在台湾市场表现是如何呢 其实新的Camry 它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把过去从国产的身份 全部都改为进口了 不论是汽油的 或是油点的一个车型 那这边其实有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 关于刚刚有讲到它这一次是全新 套入了TNGA这个摩托化的平台 其实不只是底盘 它包含车辆设计的很多造车的哲学 配备都是符合当今风田集团 最新的一个世代 那在台湾它的编程其实非常的简单 汽油款就一款106.9万 再往上去一直到140万这个区间 总共两款都是Hybrid的车型 其实以汽油款跟低阶的Hybrid动力来说 它们的配备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因为包含新世代TSS的一个系统 当然它还是半速域的 50公里以上才可以作动 以及它车内很多像是它比较倾斜的一个中控台 就新世代这种设计 在这两个等级上其实并没有太大一个差异 那我会觉得呢 这两个等级因为是11万的一个价差 其实基本上就是汽油或油电 两个动力去做选择 那油耗的部分呢 其实也有一倍的一个差距 那汽油它会有180匹 一个很不错一个动力的享受 那油电呢又有超过20公斤每公升 20公里每公升的一个油耗表现 当然你端看这样的动力数据 其实是蛮不错的 那在这个车型的部分上呢 因为它算是一个台湾的老烧牌 以这种大型房车来说呢 Camry一向都还不错的一个口碑 但是事实上从它上市以来 每个月大概300到500台的一个挂牌数呢 其实好像比大家预期原先的 还要再稍微再低了一点点 可见呢其实这个关于说的没错 在这个中大型房车市场 确实真的被瓜分掉了很多 那虽然这个产品力哦 短时间内来看呢 其实好像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太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呢其实就像关于刚刚讲的 全新的Nissan Ultima进来之后呢 不论是配备啦 动力啦 甚至产品很多编程上面呢 我相信都对这一台车 做出了蛮大的一个威胁哦 毕竟它不论尺码 或是车辆的定位上的设定 都是偏蛮相近的哦 所以呢 未来呢在 以这个销量上来说呢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销涨 我觉得会是 大家啊 不管是消费者 或是我们专家 都会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除了这个老字号的 Toyota Camry之外呢 我们看到了福特的Mondell 之前呢提供了这个四门的车型 还有旅行车的车型 供大家来选择 但是呢最近呢 只剩下了这个旅行车 可以选择嘛 那以福特的Mondell来说呢 它的产品竞争力如何呢 这个福特Mondell 在这一级的市场来说 它也算是一号人物啦 因为它这款车型啊 它从2015年导入到国内市场 最初的确像您所说的 它有四门房车 跟着五门旅行车 而四门房车最初的时候 甚至还有油电车型 我们先前也介绍过 而且在国内累计销链 也将近500辆 这也说可以说是 除了日系Toyota跟Lexus之外 你可以看得到 最多这个销售数量的 一个油电车型 但是在这个福特六 他们在一个产品的 一个规划上面 他们也看出 这个房车就是这种进口 中大型房车这个市场 的确是要经营不易啊 所以它决定在 从今年起做了一个调整 它决定在这个小改款之后 它就引进的是 这五门旅行车 虽然说是五门旅行车 但是它整个车型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也是有着这个 就是四门房车 这种低车身的一个设计 但是却五门这个旅行车的 一个大空间容量 它希望能够在市场上 走出它另外一个空间出来 然后我们看 现有的这个福特蒙德尔 它也在它产品上 除了车型做整合 做简化之外 在动力上 它也完全没有油电 也没有柴油 完全就独装2.0 EcoBoost 它提供的动力 当然在这里面 也算是蛮大的 240匹马力 然后有35.2公斤米的牛力 它匹配的这个变速箱 是六数字 那个手字排 可惜不是我们 那个国外小改款的 那旋钮式 它还是传统的 这个排档式的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它整个表现来讲 它是代表的是一个 欧系的一个操控的表现 然后还有一个是 大空间 最重要在它的安全上面 它很早就强调了 它有着CodePilot 360的 一个表现 主动安全 虽然它的ACC还没有 不是像Focus 走的是全速域 或者是抽到 这个维持的一个功能 但是整的来讲 它在同级车里面 还是有它的位置在的 不同于像这个福特的Montell 它拥有欧系的操控 我们看到了Mazda 6 它拥有人马一体的操控 同时它在外形上面 也非常地潜卫 在中大型房车市场上当中 其实也占有一席之地 它虽然也提供了 是两种的车型可以选择 一个是属于四门的房车 另外也有Wagon的车型 可以选择 是不是昆诚哥 没错 关于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Mazda 6 我们看一下 这四部车来讲 刚才志祺有讲到 除了是Montell 是比较偏欧系以外 其他三部都是日系的 对 那这三部日系的中大型房车 我觉得各有擅长 我们看Mazda 6 我们知道现在Mazda 3 它有强调 它是最新的极简的一个设计 那其实Mazda 6 就是它的老大哥 它早就已经在做 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看从外观来看 它的车头 水箱护照 车侧 车尾 它在小改 2017小改之后 它就一样朝着 比较简洁 洗裂的方向去做了 那内装 内装是它这一次的 小改的比较大的一个重点 它一样 因为它一样在把内装 在整个在简 在简练一点 在简洁一点 然后它整个环昌式的一个真皮的一个包裤 看起来质感更好了 然后再来是它配的2.0自然机器 可以说是它在同级经济里面 比较引擎比较竞争力相对比较弱一点的 所以输出马力不是很大的一个表现 但是在底盘上 它底盘上是全新 在小改方面 把GBC升级的变成GBC Plus 它可以针对扭力的输出大小 前后重心的改变 然后这次又加了一个刹车辅助力道 所以把它变成一个GBC Plus 对于它的整个底盘的操控 所谓人马一体会更加的有感 那整个在车系编程上 我们刚才关于有讲到 它现在房车变成简化成一款 所谓的旗舰 旗舰进化型的是124.9 2.0 那威根就有两个 一个是一样 台湾式2.0的旗舰型是121.9万 然后还有一个旗舰进化型的132.9万 近期在中大型房车最大的亮点 就是Nissan Ultima的加入 为我们台湾的房车市场 算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而且它不论是在外形 甚至于科技方面 都导入了品牌最高最尖端的一个科技设计 那我们也请爱大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它到底在外形上面有多么吸引人 是的 冠宜 Nissan的Ultima在还没有上市之前 我就非常的看好这一台车 因为从各样的影片照片上看起来 这台车我觉得相当的霸气 而且年轻动感 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看到实车了对不对 美呆了 只能这样说 你有沒有发现它的车头特别的长 所以真的很有跑车的感觉 是 除了它有跑车的感觉之外 而且我觉得它相当的气派 那再加上呢 冠宜刚刚提到的跑车两个字 虽然Nissan Arima它这一颗引擎的 这个动力事实上可以堪称的 这个有一点带有运动性能的一个感受 但是它车身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首先我们看到车头的部分 你看一下 这是VMotion 2.0的车头造型 而且它的这个水箱护照呢 你看一路向下延伸 说实在的很少介绍一辆这种 所谓的四门房车 你得要蹲这么低 才能够介绍选项护照 对 所以你看到这台车 除了修长之外 向下延伸低矮的一个这个设计 充满了侵略性及跑格 而且我刚刚说的 这么长的一个车头 其实跟它的整个车身是相呼应的 等一下我再跟冠宜讲 那我们看到车头灯的部分 看到了没有 它是一个践行式的一个 这个日行灯的设计 同时搭配内部是正列式 全LED光源的头灯 那么接下来呢 请冠宜注意 引擎盖上我们看到 它有四条折线 明显的折线 那位于两侧外围的这个折线呢 你看这个折线 一路延伸到A柱 是不是 那A柱以下呢 在叶子板部分又有一个折线 跟这个棒式的这个引擎盖 它连成一气 对不对 一路到车侧 这个尖线的部分 一路向后延伸到车尾的部分 而到了车门的部分 你会看到 它车侧 还有第三条线 一路在延伸 跟尾灯又贯穿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层次感的设计 尤其是 它的车门把手 跟着这个尖线走 所以你会发觉 这个车门把手 在前座的部分稍微比较低矮一点 后座部分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我请冠宜 到车侧的部分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台呢 就是顶规的车型 就是128万9的顶规车型 所以轮圈也不太一样 轮圈呢是19寸的这个铝圈 所以你看 双色的也好好看 双色的一个这个造型 尤其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型房车上面 你可以看到19寸的铝圈 相当的有诚意 而且很霸气 年轻动感 是不是 对啊 没错 即便你看它这个红色 我们看到刚刚我所说 这个车身的腰线 这个折线 你可以看到它具有非常多层次 光影的一个这个展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那再来到C柱的部分就更特别了 C柱的部分你看 我这边线条真的跟一般的 房车的设计不太一样 其实你看 这是第一条 对 对不对 第二条 然后呢 搭配C柱绍 这边有一块黑色的饰板 跟车窗框延伸 那上半截的窗框呢 是采用这个黑化的处理 下半截的窗框 则是这个镀铬的饰条 那这样子看起来 又是一个最新世代的什么 悬浮式车顶的一个设计 所以跑格化就整个展现在 这个车尾的地方 尤其它这个溜背的造型 好美哦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类 Photocoupe的一个造型 你看它从B柱以后 车顶的线条向下延伸 一路跟后挡风玻璃 维持一贯的一个弧度 所以加上它的长车头 长车尾 中间它的车室空间 其实也非常的长 所以一整个车体的线条 是相当的流线 而且修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具备了这个运动化 年轻化的一个感受之外呢 还能够展现这种 中大型房车的气派度 我觉得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设计 所以它们其实锁定在消费者 35岁左右或是上下 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急剧的话 其实是能够抓到 它们喜欢的口味的 我觉得以我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Oltima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刚才说 在它还没上市之前 我就非常看好这辆车 有 你也在说 然后智希也是 它说它非常喜欢这辆车 我说真的假的 它是尼桑粉 这个我们就不愿意讨论 它年轻人也喜欢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 刚刚冠宜有讲到 在这个Toyota的Camry 是等于是 基本上把这个市场的 这个份额都给拿走了 那所以你看看 像雅歌它不再引进 然后Mondeo改采 也是变成进口的 而且甚至它连四门房车 都不卖了 对不对 那这个Nissan 这是Oltima 现在用进口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它的产品竞争力 非常的足够 我认为这个急剧 还有另外一个对手 就是Camry 其实它会蛮紧张的 其实它会蛮紧张 不过我们再绕到车尾过来看一下 冠宜你看看这个车尾灯 它是属于回力标示的一个 这个造型设计 有没有看到 而且它非常的立体 对 冠宜你会说它很立体 对不对 尤其像这个尾灯啊 这个造型 你看它这个线条要切割下来 从腰线一路延伸过来 然后呢 跟后行李相盖 还有相呼应 呼应在这种地方 这里其实算是一个后行李相盖 折线上的一个 小鸭尾吗 可以这样说吗 对 小鸭尾式的一个设计 当然你另外还可以加价 选配它的尾翼 我觉得那会更具有这个运动风格的一个感受 还有它的后保感 很好看 也很充满了运动风格 你看它后保感的设计 它中间有一个黑色网装的一个材质 就是基本上运动型的车辆 都会采用的这样的设计 包含左右双出的这个排系尾式管 其实也像一个 有点类跑车的一个概念 中央的下巴 这个有diffuser式的一个设计 像做这个分流旗片的一个感觉 所以不论是车头车尾都具备有轻跃性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要邀请冠仪跟我一起上车 看一下这一台车辆 所以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你就可以发觉 车门的把手真的是有差别的高度 对 前面是比较低一点点 是 没错 那当然我们上到车子之后 你就会发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车 仪表台 中控台的造型 它是采用像类滑翔翼两侧 对称式的一个设计有没有 有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其实以这一台车外观来说 相当的年轻化 可是它的内装我觉得却非常的 又有豪华感 对 没错 但是你说它会不会老气 其实从之前我看到图片的时候 我觉得说好像稍微了无新意的感觉 但是你看到实际的这个车子 坐进来车内之后 你会发觉 哇 它还是非常的用心 而且也有运动感 是 充满了运动感 但是它又不会太过分的前卫以及突兀 我觉得这是这个设计上非常厉害的地方 包括像它这个很多的一些饰板的搭配都不太一样 还有雷卡泵的这种饰板 然后甚至于有这些木纹的饰板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木纹饰板 虽然不是真木 但是做的我觉得 木头更具有那个感受跟那个味道 那当然冠宜刚刚说的 这个车门把手的部分 是所谓的类加工压的那个饰样的一个涂装 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 然后到处都是有一些软质的塑料 是 来做搭配 因为软质的这个材质呢 可以营造出比较温暖的一些气息 以及高质感的氛围 当然我们看到中控台的部分 上方这是一具8寸的荧幕 而且具备有触控的一些功能 有触控很好 对 触控功能是现在目前非常需要的 那爱大有没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都有 像这样一个悬浮式的中控萤幕 我觉得它脱离的传统那种 镶嵌在中控台里面那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 感觉就比较活泼 是 当然再往下看 你会发觉是有左右独立的双驱恒温空调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贴心 这个女性朋友一定非常喜欢 关于我现在要把你这个座位的 加热功能给打开 你一定会感受到温暖 有 尤其喜欢穿短裙的女生 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你坐在里面的话 其实是不会冷的 是 没错 关于刚刚提到的 这个有没有Apple CarPlay 有 你看看它下面其实有两个充电座 一个是USB 一个是Type-C的充电座 刚好符合现在的一个需求 我们知道现在最新的iPhone 就是配给你Type-C的充电的插座 那再往后走过来 这个排挡杆你看它也采用双材质的设计 对不对 皮革跟金属的一个设计 所以既有温度感 又有这个运动的冷裂性格 那这下面有一个按键 如果你在D档的时候 按下这颗按键 它就会变成S档 这个地方是那个 切换成Sport模式 是 没错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方向盘 驾驶者这个方向盘 是属于这种平底式的跑车方向盘 对D Type-C 因为下面是平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D 对不对 那我的视野正前方 除了这个仪表板 这个双原式传统仪表板 判读非常清晰之外 中间还有一个7寸的数位荧幕显示 可以把车辆的一些功能 都投射在这个上面 让驾驶人非常轻松的 能够判读各项车辆的一个资讯 那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你看到就有非常多的按键 对不对 不然的定速它就有它所谓的ICC的一个 主动车序控制的一个巡囊系统 那在这边的按键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知道 车辆的那个车距的控制 控制选择的按键 那方向盘的后方呢 一样有换挡拨片 所以它就是比较运动化的设定 是是是 没错 这台车的加速其实颇快 再来呢 我们也坐在这个车内有一段时间 关于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椅子跟我们一般的座椅不太一样 好温暖 哈哈 没有你刚刚有帮我开启了 除了我刚刚开的加热功能之外 其实一上车我们就可以感受 这台车的座椅呢 其实它的质感非常的柔软 有没有 而且有一点点让你陷入那种沙发座椅的感觉 可是它有一定的支撑性 是 可是支撑性又相当不错 像我现在坐在驾驶座的地方 我就觉得我的腰部支撑呢 是被 所以我整个这个腰是被这个座椅给填满 以及包覆的一个这个状态 当然这个也是Nissan独有的一个零重力的体感作业 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特别是这个中央扶手 关于你会说中央扶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有 你有没有发觉它特别的宽 有 然后你按一按看 发觉竟然它是软的 所以你看这个扶手宽到我们两个都可以沉在这个地方 不用你抢我我抢你 对因为有一些车子 他们的这个中央扶手是比较小一点的 对 没错 我想观众朋友呢 一定除了它的外观上面 这次Ultima大家非常的满意 而且相当喜欢它拥有跑格的外形 还有许多的高科技都上升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更在意的 应该就是它那颗强心胀啦 就所谓的VC Turbo 可变压缩比的引擎 实际上路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哦 大为哥 这么帅气的Ultima 当然我们要进车内啊 也要非常帅气的方式 是 对不对 这Ultima跟人家车子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除了可以在车外遥控 车门这个起地之外 另外最重要的是 它居然可以从车外遥控它的引擎开启 就是按一下引擎就会开启 然后同时它的那个空调也会打开 对 哦 这实在很好用 而且据说它距离可以远达60公尺 当然我们赶这么远啊 不然这还是有安全 所以David哥帮我们示范一下 是不是透过这个I-Key就可以了 好 我们按 按两下 然后开启 看 真的是有够高科技的 好酷哦 这时候因为其实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热 对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开启了发动引擎之后 是 然后它的空调也打开了 对 那我们再慢慢上车 其实它里面车的温度就能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直接上路了 好 我们上来了 大伟哥 我是第一次跟你试车耶 是啊 这是我第一次跟冠仪一起出来试车 这是我的荣幸 哎呀 而且又试到一个这么厉害的 拥有VC Turbo引擎的车款 对啊 你刚刚讲这个VC Turbo 它真的是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的压缩比是一个可变动的 对 过去我们在讲这个引擎啊 引擎好 我们又想说要性能好 性能好的时候 它压缩比通常都偏低 对 走低压缩比 对 然后就像我们说 国内就像Mondeo 和它压缩比低 对 如果说9比1 或是它的马力就很强 但是 它优好就是一般的水准 但是 你要这个优好好的时候 就像马斯达 它的压缩比较高 到13比1 它的优好就可以跑得比较好 但是 它偏 它的马力就会比较小一点 对 但是在这部VC Turbo上面 这奥特马 它用了这可变压缩比 它把这个压缩比 透过它这个 从8.1到4.1 对 4.1 它经过了这个 哎 高性能 也就是大马力 而且又可以有节能的表现 对 嗯 真的很厉害 对 等于说是鱼与熊掌 都可以兼得咯 我可以 更可以这么说 叫做一心二用 对 我们说以前是一心一用 一心二用不好 像我们反而说 一心二用好厉害 对 要节能有节能 可是当你呢 油脉一败下去的时候 你要有那个瞬间的爆发力 它又给你了 对 真的是蛮强的 对 因为怎么说 它的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248匹 而且它扭力可以达到 38.8公斤 对 要天啊 而且其实啊 它的零摆加速是6.4秒 对 以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 Golf的GTi 它也是零摆加速6.4秒 就是这样子 对啊 而且别忘了 这还是一个 走一个家庭路线的中大型房车 对 中大型房车 所以有这样子的性能 奥特马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既有大动力 然后大扭力 但是 讲到它的油耗的时候 哎 它居然每公升可以跑到13公里以上 最好可以跑到13.7耶 对啊 所以其实是让人蛮讶异的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在外景上面的设计啊 就是相当的流线感 所以它的风阻系数到达0.26 所以也有一些帮帮助 还有 家里的财政部长老博大人坐在旁边的时候 这个NASA的零重力的体感 这个书压的座椅 我觉得就可以 就说OK 好老公你要买这台车我 我可以赞成的 因为你坐在副驾驶座 你的感受也是非常好 它的包覆性 它的支撑性啊 对脊椎上面 甚至于对臀点的部分 都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这怪你还说的真的没错 因为我在 我像就很喜欢你上的座椅 我在坐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说 其实你不用什么一些什么调整啊等等的 其实它对你的脊椎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支撑 对 然后你按照它的原厂的数据说 它还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疲劳度 可以减少三成 我觉得这有时候看数据有时候有点 这个看起来有点不实际 但是你实际乘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坐起来 它是可以包得住你 支撑得住你 让你开起来很舒服 然后久开不会疲累 至于冠宜 我刚刚讲到 安全 对安全 即使说老婆或家人 我们今天这个家庭房车 是不是安全很重要 对 那所以呢 在安全的部分 我想帮观众朋友来体验一下 好 那我们换手 好 OK我们现在上了高速公路 是 然后 其实我们也蛮建议大家是 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在启动这所谓的 就是智能辅助 这样的系统嘛 对 因为 因为Nissan的这个 Incelergen Mobility 其实好多哦 那大家不要在意的说 它的ICC 跟它是不是有车道的辅助 等等 那我就先开启设定 那它的设定其实很简单 在那个方向盘的右边的地方 你只要按在 按一个Set 它就马上跟到前车 然后你就开始 比如说你预设你要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现在 因为上高速公路了 所以我把它设在100左右 好 好100 然后它的跟车的距离是一段 对 你现在是一段 现在有车突然插进来了 它马上也抓住了 对耶 因为这种这种东西 而且不到它 其实它变换车道的时候 不到一个车 就是说它一点点 它就感觉到有东西进来了 它连方向盘都没打 它马上就进来了 这一套不错哦 因为有时候啊 有车突然插进来 有一些辅助驾驶 它是会没有侦测到 一直到很靠近的时候 才突然踩刹车 这会吓到我 而且你刚刚都没有说 车子有顿挫 或者是一些 让人家不适的感觉 没错 这个不错 它这一套调得蛮细腻的 我觉得还蛮优质的 然后加上我现在脚 也都没有踩油门 对 那可是它在这个车道维持的部分呢 它有这个车道LDP 也就是车道这个偏移预防 以及它LDW车道偏移预示 它在这部车子上面 都有的状况是这样 你会发现 它在你车子有点 怎么说 偏离车道的时候 它会给你预警 然后会给你做一个方向盘震动 然后甚至还会再稍微修正一下 把这车辆 回复到车道这个圆道上面 然后我觉得这个 那它是在实处70公里上 对70公里以上才会作动 我觉得这家系统也蛮稳的 有 你看它刹得好温柔 是 那它除了像我们现在为大家测试的这个ICC 还有车道的辅助这些等等之外 大卫哥其实它在这个安全上面 它还有很多 像它除了我们刚刚想的这个IEB 就是主动刹车之外 对 它还有PIEB 多了一个P 也就是行人 偵測行人 它10公里以上 它就可以赶车 前方角有行人的话 它就会主动刹体 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PFCW 也就是超视距 前车欲撞警示 等于说它会预测前前车的状况 对 不是前车 前前车 如果前前车去撞到了前车 前前车 然后它发现有异状 对 它其实可以预先的先做一些防患 对 它先做一些 把这个刹车的力道加强 让你准备做一个刹车动作 或者是跟你做提心警示 我觉得这个很好 是目前我们试过这么多车里面 有前前车预防碰撞好像比较少 对 这通常来说的话 也是说要在高级车款 就是高级品牌 在这样同级品牌来说的话 Nissan它都做到了同级车第一 尤其是这部车子 刚刚我们刚刚在这个 到倒车的时候也有AVM 也有MOD 也然后也有RCTA这些 就是让你做后方车流的警召空警示 我觉得它已经把很多的主动安全 都替你设想到 替你保护到 甚至在被动安全上 它这部车子的安全气囊 居然有实距 实距气囊 对 SIS的辅助气囊 这好重要 然后加上它车体的刚性上面 它也有一些 对 属于 它其实在IIHS上面 经过了一些测试之后 变成Top Safety Pick 对 就是安全首选的车款 对 车款 我觉得今天的车子 大家都在比安全 比性能 比友好 大家都希望比 但是比到后来 发现那车子的车价 能不能负担得住 对 这部车子 它的价格真的很杀 对 很杀 它居然不到130万 128.9万就能入手 所以难怪这部车子 你说它在发表会那天 450张的配额 今年到年底的配额 已经消化三分之后以上了 对 三百张就已经消化掉了 对啊 而且大伟哥你讲说 因为像其实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款 它是有配上Bose的音响 对 那你说它的功能上面 也对于车内的一些噪音的处理 也有一些改善是不是 因为从它的一个资料上面 一个显示 它除了用Bose的音响 是它旗舰车型特有的配备 有九支喇叭之外 另外它也在我看它的数据上面 它也在这个ANC 就是主动这种噪音抗噪的部分 它也做了一个 把这个Bose的这套喇叭也放到 这一套系统来 让它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 怎么说抗噪音的功能 是喔 对 难怪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它在车内的进触性 真的以房车来说 算是水准之上的 是 我喜欢这颗引擎 你看 我油门一败了 我发现 而且它底盘不会飘浮 我发现 车道偏离 它作动了 所以我觉得 这部车子会受欢迎 真的是 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对 Nissan 奥迪玛 为什么可以在房车市场上面 投下了一颗震撼单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搭载了 VC Turbo的这颗引擎 那我们要请智希 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VC Turbo引擎 它为什么可以拥有 V6的动力表现 同时还可以达到 这个四缸引擎的节能呢 没错 我怪你 其实我觉得 Nissan为什么会 迷人这个品牌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 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 它很特别的技术含量 如果你以单看这种大型房车来说 你看台湾从早期这种Safiro Tiena一直到现在的Ultima 其实每一个时期都是 在每一个时代这种大型房车市场里面 都是算是一只独秀 那如果你以动力来说呢 早期我们都知道 连续得了十几年大奖的VQ引擎 到大概10年之后呢 GTR的这个VR引擎 可以算是独领风骚嘛 那到现在呢VC Turbo 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高的市场的关注度 首先冠宜刚刚讲的没有错 它在动力的部分呢 这一次在Ultima上面搭载动力 是248匹 而且它的扭力 38.8公斤米 0到100只要6.4秒 你在这种百万极具的大型房车 竟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性能 它就是跟Golf GTI GTI一样 GTI 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水准 但是你要注意哦 这是一个尺码这么长的一个大型房车 那其实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呢 这个VC Turbo引擎的技术 它的代号呢 其实是KR20DDET 所谓的T就是涡轮增压 那它这个技术其实 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教大家理解 它就是所谓的可变压缩比 因为我们知道引擎的内燃机的系统 它在压缩比高的时候 它的汽油是比较容易燃烧 比较容易燃烧的状况下呢 耗油量就可以比较小 来去带动整个车辆的前进 那例如现在一些新时代 比如说涡轮增压 或是比较大输出功率的车型 可能会选择低压缩比 这样一来你的可能动力比较大 但是耗油量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在需要加速 需要比较好 比如说超车 红灯起步比较大动力的时候呢 或者是你只是在高速巡航 在这种状况下呢 你是不是有不同的动力的需求 但这个时候呢 有了可变压缩比 就可以一次满足你这两种愿望 等于是你有两颗心脏的感觉 对 因为其实呢 它虽然是2.0升的问题 但是它的排气量 其实是1997跟1970 这个关键呢 就是它在火塞的底部 具备有一个可调整的轴层 那它会去改变气缸的容积 气缸容积一改变呢 里面的压力 进气量啦 呃 噴油量 在同样的一个空间下面呢 它的压缩比就改变了 所以就可以创造出 像刚刚讲的 不同的一个动力的输出 那我觉得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是呢 呃 因为它的油耗 其实在这个技术的帮助之下 可以每公升可以超过13公里 我觉得以大型房车来说很不错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 它的0-100加速不用7秒 在这样性能跟节能 都可以兼具的一个状况下呢 就可见这个技术是 黑科技含量是很高的 其实这个工程呢 这个概念哦 其实很早很多品牌都有 但是呢 要做出来真的不容易哦 首先它的 机械结构这种步骤 其实非常复杂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电控系统 需要非常的精确 因为引擎这种汽车 运算的核心 是有非常高的一个 工作的频率 它每秒运转的工作次数太高了 所以需要非常好的一个电控系统 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你放到市售车上 又是一个难题哦 能不能够经得起耐用度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呢 从Infinity的QX50 我们第一次体验到 一直到现在的Ultima呢 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 大概近这十年来啦 技术的日常 又有在回到我们身边的 这种感觉 所以以这个VC Turbo引擎来说 它有兼具了性能 还有节能 这两大的优点 可以说呢 我们可以讲说 Ultima这一颗引擎 在这个同级的竞争对手来说 可以傲视群人 这样讲是对的吗 康正哥 没错 其实我们看一下 从这张表 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Nissan的Ultima 我们刚才之前也讲过 它最主要是有很多引擎的黑科技 对 所以你看它的可变压缩比 它从8比1到14比1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同样含 这种含有引擎的黑科技 我们先看它跟Forel Mondale 我们来两个来相比 Forel Mondale 当然它用的比较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down sizing 然后涡轮增压 然后搭配六速手自排 那同样它们就是引擎的输出 大概马力大概一个 你看一个是248匹 一个240匹 那扭力的话38.8匹 然后Mondale是35.2匹 那你看Mondale的35.2匹 是大概从2000多转 一直到4000多转 所以其实它们两个 最大扭力输出 是概念是在不太一样的 虽然都是涡轮增压 但是你看它是4400转 那个最大扭力出来 所以可见它还是比较偏向 那种自然进气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开起来 它适合在拉高转的时候 会给你觉得 哇 这很像自然气高转 会比较 让你会越来越澎湃 那Mondale这种 我们所谓的这种 down sizing 然后涡轮增压的话 它在低转 它提供的是什么 在低转就给你强大的扭力 所以两个开起来的那个感觉 实际上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看Camry Camry它比较 我们说当然它出一个 用一个2.5的自然进气 这个比较一般的话 那我们看它最比较重要 但是它就是Hybrid 2.5加阿金森引擎 然后产生的大概218匹馬力 那你看它还是有高压缩比14比1 它还强调就是在比较在油耗上 强调比较油耗 那所以它你看有14比1的高压缩比 强调在油耗 然后218匹有一定的油耗 还有马力的一个表现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属于平衡性的均衡性的 那我们看Mazda 6 我们刚才讲到 Mazda 6就是大概第一个引擎世代 比较老旧了 所以你看它以用2.0升自然进气 然后165匹搭配 还好搭配六速手自排 然后它有换挡拨片 再加上它最厉害就是它的底盘 这样整个配合起来 所以它在虽然动力上 稍微小出了其他竞争队的 但是底盘的搭配以外 它底盘搭配以后 它操控了去 还是可以多少弥补回来 虽然我们看到 这次Ultima相当受到关注的就是 它拥有黑科技的VC Turbo引擎之外 现在消费者看的不只是动力上的表现 更重要一点就是 在这个安全的配备上面 它到底是不是配备了 现在的这个主流的 ADAS 主安的一些配备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次Ultima它也导入了 当家非常有名的 NIM的这个智行科技的辅助系统 那它到底包含了哪些项目呢 其实这个Nissan的这一个主安的这些配备 洋洋洒洒列起来的话 可以分为13大项来去做解释 但是我觉得这13大项呢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 可以分为什么 就是这个 在没有危险状况的时候 这一台车能够带给你什么 例如说ICC ICC就是我们熟知的 这个主动车距定速巡航系统 虽然它的这个作动范围是从 32公里时速到144公里的时速 这区间来去做作动 但是它可以煞车到停 它可以煞车到停 尤其是这个Nissan 其实我觉得它很厉害是 它可以侦测到前前车 前前车 所以它可以什么 预防危险的发生 这是在没有危险的状况之下 它就可以先提供我们一个这个保护 那再来就分为 如果有危险状况发生的时候 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这里面就分了非常多的大项 例如说这个IEB 就是我们知道 大概比较俗称AEB 这个主动刹车控制系统 那当然Nissan的这个Oltima 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Nissan的Oltima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PIEB的功能 跟IEB又有什么不一样 多一个P 表示是人吗 它可以侦测人 不只是侦测前车 它连人它都可以侦测 而且在PIEB做动之下 就是人跑出来的时候 它也可以进行主动刹车的动作 那当然呢 什么LDP 这个LDW 这些东西 是所谓的车道偏移 车道维持 这些系统 都是需要在 时速70公里以上 才能够运作 那当然我刚刚讲了 它可以去侦测前车 是不是要紧急刹车 在它的PFCW 这个功能上面 可以去做展现 这是相当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 它还有一个VDC的系统 这个是在行车的时候 不管你是遇到了转向不足 或是转向过度的情形发生之下 它会主动去控制油门 以及四轮的刹车 让你的车子可以维持在你行进的 一个这个轨道以及轨迹上面 当然AVM这个360度的环境影像 在你又要停车进入小巷 这都是可以预防一个意外事故的发生 这都是我觉得蛮不错的配备 它还有一个叫做BSW这个盲区侦测 也是在时速超过32公里以上的时候 它侦测到你这个盲区有车辆的时候 它会用警示的音量 警示音来去提醒驾驶人等等 还有一个RCTA是倒车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一些盲区的一些车辆 它都会去做自动刹车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厉害 是叫做MOD的系统 它在静止起步的时候 或是倒车的时候 如果它的前后四面 侦测到有什么 有移动的物体 它都会发出警示音 一般我们以为都是什么 侦测什么固定物 比如说前面有一台车子停着 倒车雷达会侦测 然后或者是有一根柱子 其实这台车厉害 这个MOD的系统 我觉得是对于移动的东西 它都能够侦测 而且可以适时的反馈给驾驶人 我觉得这是它13项 主动安全配备 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这些东西是在 它知道有危险发生之后 可以提供给驾驶人的 一个防护仪预警 这些都是主动安全防护的 一个配备 但是真的很不幸 还是发生意外事故的状况之下 Nissan的Ultima也有Zone Body的 一个高刚性车体 可以防护什么 防护车内成员的一个安全 而且在被动防护上面 还有高达10具的安全器 我想以这样子13项完整的 这个主被动安全的配备来说 在中大型房车市场里面来讲 应该是非常非常地足够的 那我们看到的 刚才为大家介绍跟分享的一些 一般的房车的车款 可以选择之外 其实都是CP值相当高的 上上之选 可是如果你想要入主的是 属于豪华品牌的房车的话 到底有哪一些选择 还有你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呢 大伟哥 讲到这个豪华中型房车市场 它这个市场的规格 规模要比我们今天来的 中大型房车市场 要来的大上许多 像我们看到 这个Automa 这个极举 它在一年的规模 大概是5000辆以下了 但是你看到这个 以这种賓士为主的 这样子一个高级的房车 它大概就有13000辆左右 所以你看这规模是相当大的 而在这里所列的四款车型 賓士C-Class BMW3系列 S60 跟Nexus ES 可以说是这个极具的佼佼者 其中我们先来看C-Class 好了 C-Class一年它就可以吃掉 差不多5000辆的市场 当然这5000辆的市场来讲的话 它其中有相当的一个数字 要归功于贸易车 不是外汇车 外汇车 它就占了相当大 尤其是C300 可是我们看总代理的车型 总代理的车型 其实它也不停在强化 它的产品规格 它在今年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它就把这23匹 把它列入它的标准配备 然后在7月的时候 针对它2019年式的车型 它又做了一个进化型 进化 在它的180 200 或者是2300 它就全部把它加了什么 把它加了什么 手机无线充电 这个纳入标准配备 或者是将它的轮圈规格 或者是它的一些外观套件 做了强化 还有它的环景照明 也列入了它的标配 让它这样子的车子 让它在市场上更有 具有CP值 但你必须承认 你这201万 你买的C180 还是一个就是 马力什么动力 它不是这么吸引人的 但是在品牌价值上面 它的确是永贯三军 在BMW3系列部分的话 BMW在此之前 它3月推出的时候 主要是打330i 然后现在它主要的是 它还有增加了320 320进去 每个人都说 320加入之后 配备真的可以说是满配 对 除了它手机无线充电 是要选配之外 其他人可以说想得到的 它几乎在这部320都有 而且现有的车款来讲的话 尤其我们说 这个BMW3系列 它所5AT 或者这个Personal Co-Pilot 这些的这种组的安全 可以说是同级车里面 是相当先进的 也是标准配备的 对 至于这Volvo的S60部分 这S60也是市场上的强力车型 它185到271万 它主要主打的是220万的 那部T5R design车型 它那部车型就有200多匹马力 这部车子来说的话 当然它除了动力强 还有它的配备 也是有PA2 它的主动安全也是超强的 至于Lexus ES部分 ES是里面这个 这个极具里面 它的销量仅次于 宾式C-Class 在这里面 当然它主打的车型 是ES200车型 也就是2.0升的 自然机进行性 它的这个价位带 主要是167万到189万 这个价位带之间 然后至于再上去的 当然它有油电 动力等等 但相对来说 数量就会比较小 但是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ES来说 它可能是尺码最大 空间最大 CP值也最高 CP值最高的车款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豪华品牌 中大型的房车来说 这四款车 的确是在这个 中大型房车当中 相当重要的一环 可是我们看到了 你上的Ultima 说实话 有很多的消费者 看完车之后 甚至于试完车之后 他们就会说 感觉上 其实这一次的Ultima的出现 已经可以媲美到 这个豪华品牌的房车了 是不是 坤仁哥 没错 其实我们以 现在我们表格上 所列的 他刚才Dev有讲的 这几部车 对 说实在 其实你看 它Ultima最贵的是 E28.9 那其实我们刚才 这几部车 除了 其实除了车隔 我们严格讲起来 车隔的话 是ES跟它比较相当 就是中大型房车 那其实像C-Class 320i 还有S-60 都比较中型房车 对 就偏小一点点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Ultima它有什么样的 我们说它的CP值 为什么这么高 我们看一下 除了在价格上 它有绝对的优势 还有在空间上 我们看动力科技 我们刚才讲到VC Turbo 这种黑科技 然后248匹马力 是目前你看像C-200 C-200是用1.5升的 1.5升的一个引擎 然后320i是用2.0升的一个引擎 然后ES-200是用2.0 然后S-60也是2.0 但是虽然大家都是用2.0 除了C-200是1.5以外 但是其他的2000系引擎的马力 绝对没有它大 那它用的 因为它最主要是用可变压缩比 所以它的动力科技算是完胜 再来我们看底盘操控 底盘操控 以中大型房车来讲 当然我觉得它的基本前提 应该是要顾虑到舒适性 对 那舒适性的前提 顾虑到之后来要求它的操控乐趣 所以我觉得在新的Ultima 这边它讲 我觉得它在这方面的均衡性 顾虑得很好 那其他我们看 其实欧系的中型房车 欧系其实这欧系的中型房车 它们的底盘真的是一流的 这毋庸置疑 比如像B&N的320i 它的底盘 我们常常讲 你运动化的设定为主 对 它应该是 它如果认的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 那C-200 其实在底盘的灵活性也还蛮够的 那新的S-60也是一样 那Lessert的ES-200 在底盘科技上 当然你说操控乐趣来讲 当然我觉得豪华舒适 它一定会有 但是在底盘的操控乐趣上 就没有相对Ultima这样的灵活 那舒适性上 我们刚才讲 有刚才讲说 零重力的一个乘坐感 对 不论什么身形 真的坐进去 你的感受真的是很直接的 对 它会很像根据你的身形 去做一个包覆性的一个支撑 所以它在这方面 然后其实我刚才去做了它的 你是Ultima的后座 后座 它的坐垫也是还蛮厚实的 到很软 那我觉得也有那种包覆性的感觉 所以在豪华舒适性上 舒适性上不管是它的车格 因为它是中大型房间 空间绝对没话讲 那在舒适性上整个的营造 我觉得它在这方面也相对的 相较本来就你说 我们说欧系车是中型房的 空间障碍就比较小 舒适一点 那在这个豪华舒适上 我觉得它跟ES200 真的不可以 我觉得是 应该是棋逢对手 那我们看安全科技 刚才爱戴讲的那个 它的NIM的自行科技 这个真的是 还有那种跟针对前前车的 这样的一个侦测 我觉得这个是 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 已经周全了 不管是在主被动 主动被动安全 我觉得它真的还蛮厉害的 那在其他欧系车 我觉得欧系车 这也是都是它们的强项 不管是Z-Class 23P BM道 它也几乎全部把这种 我们所谓的EDA 主弯的东西 全部都用上去的 BOBO S6也是 对 所以那像Lessus也是 参与是LOSS 2.0版本 所以主弯大家来讲 大家都还算是蛮不错的 而且是相当的完整 就我觉得奥迪马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看它动力底盘豪华跟安全 它各方面顾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以200万价位 升到200万 这些欧系车是日系的Lexus F tutte人这些欧系车 你让浪迫速根和内容 讯息一下 但是这些欧系车 向这些欧阳 不得了 那是 乖 我